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IPTV中文电视平台 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 包括中国的央视寺 湖南卫视 上海东方 台湾的民视 东森 卫视中文台等 有线电视及iTalkBB的用户请注意 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约费 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 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 18884360596 18884360596 各位 回到股金钟外市场回顾的环节 阿尹 美股昨天跌了百多点之后 今天只是跌了十五点 而且昨天都是请一个窄幅波动 会不会意味着这个跌幅已经停止了 当然没有那么快 不如我们打一个 杜瓊斯的工业指数日图给大家看看 如果看今天的日图那方面 你看得到 这个不是这个是五分钟图 我想看日图 日图一会儿再来看五分钟图 给我日图先看不可以 现在看日图 你看到我们自从八月底到现在 一直上升 之前那几个礼拜 我说有个channel 有个上升 那channel就在两天前就破了 那channel一破了 昨天我跟大家说就会跌到那个 那个绿色线那里 就是昨天的那个五十日平均线 那昨天stop了它 然后市就站在这里了 那现在呢 因为短线的市场可能有个超卖的 那它现在就会可能 可能会有个技术性反弹 可能或者甚至要打横行 花点时间 那然后呢 它就应该就翻不翻到 上个channel的里面了 翻不到它呢 那它浪费了几天时间呢 那下一次过几天呢 它就会可能会channelge 这个五十日平均线的了 那现在跌到那个五十日平均线的了 如果破了那个五十日平均线 就是昨天的低位呢 那市呢 就会可能re-test了 那一百日平均线了 那一百日平均线了 那一百日平均线大概在一万零七百点 在那个导琴斯那里 现在你再回到图那里呢 记得上个下面那里呢 也都画了一条线呢 打横画了一条线的 这条线呢 就是上过几个月呢 每次的导琴斯到一万 大概一万零七百点左右呢 那市就跌下来的了 那现在这个阻力位呢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支撑位的了 那这个支撑位呢 跟那个一百日平均线一万零七呢 就很相近的 那那市要几多天内 一个星期或者三天 或者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 跌到会跌到那一万零七呢 我就不知道的了 那我现在就看着 看未来那几天的走势是怎样的了 那那为什么我又这么有信心 它还会再下跌呢 那现在可以回到个五分钟图给大家看了 那如果你看到个五分钟图那里呢 那你见不见到这几天呢 那市跌得相当之速的 尤其是在礼拜四 礼拜上 昨天呢 跌过成一百九十七点了 那那如果昨天跌了一百九十七点了 那那市如果你是oversold的 就是超卖了了 那是不是今天应该有个技术性反弹 会弹起呢 但没有啊 你看今天整天呢 是打横的这路呢 是没有动过的 那就是告诉我听呢 那些人对市场仍然没有信心的呢 那然后呢 如果市场在未来一两天内跌破了昨天的低位的呢 那那市会继续向下跌的了 那那就可能会跌到我刚刚所说的一百日平均线那里了 要浪费多久呢 我们要大家留意着了 大家记得留意着故事的情况啊 也不妨参考一下Nelson给我们的意见 现在看看今天公布的几份经济数据啊 那所以听听听听听听了 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先啦 那由9月份增长百分之零点一呢 上升至到百分之零点二 不过这个升幅呢 轻微低过市场的预期的 而构除食物以及能源之后的CPI呢 就跟上个月持平的 那告诉大家听呢 美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的 如果你只是计全年做计 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呢 通货膨胀只起了1.2% 是相当之低的 如果你不计这个能源啊 和这个食物呢 就是起0.6% 这个为什么在美国现在最大的威胁呢 不是通货膨胀啊 是经济通缩啊 是经济通缩啊 那所以呢 为什么就是央行拼命 扔钱入市场 就是来刺激经济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 另一份的经济报告 那新屋开工数字呢 10月份下跌了百分之11.7% 只合成年率为五十一万九千间 那为十八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10月份的建筑批文数字呢 就上升了百分之0.5% 这份报告又怎样呢 当然当然是差啦 那你说如果没有根本 现在美国都没有什么人买屋的 没有人买屋的 那如果没有人 还有那么多导致的导致的导致在里面 那当然没有人买屋的 明显的改善 需要一些时间去复苏 没错了 现在看看今天的焦点新闻 通用汽车首次公开招股 明天就会开始的了 通用汽车公司 已经将首次公开招股的定价 为三 每股三十三美元 定位是之前定价区间的较高部分 该公司明天会发售 四亿七千八百万股普通股 集资特约158亿美元 另外GM还会发售 四十亿美元的优先股 市场一路对通用汽车 首次公开招股的反应都很热烈 反映了Nelson 你觉得 这次通用汽车 会不会很快就可以还清 美国财政部向他借出 那个五百亿的援助资金 当然没有那么快 因为为什么呢 今次如果他大约是 大概是五百亿元 就五亿股那样 如果你用三十三美元一股 都是一百六十五亿 他欠政府那里五千亿 五百亿元 你五百亿元现在最多还了三分一 明天发行那里除了有普通股之外 就有优先股 那优先股那里 大概六十亿元那里 那里的钱 就是GM用来是还给那些 是给那些叫unfunded liability 在pension那里 unfunded pension liability那里 然后就是还了政府一部分那里 但政府那里就拿着股票 六十一个percent就降到只有26个percent 那你说喂 政府几时才有机会归本 那现在政府剩下的26个percent 如果要政府不用蚀钱呢 他一定要 将来他要卖五十四元一股 政府都不用蚀钱的 那你说喂 现在GM33元一股 抵不抵啊 喂 这个价钱是相当昂贵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明天那里的优先股 那里还了给那些pension的unfunded liability那里 GM还欠23个billion 230亿是相当昂贵的 第二呢 GM在欧洲那方面的问题 没解决过 那里虚本虚得很交关的 那怎样可以停止欧洲 那里为那里止血呢 我们都不知道的 第三样呢 这个GM说话在中国是做得相当之好 但是中国那方面赚的钱 是不能搬回北美洲来帮美国这方面的 所以你表面做得好 其实这些钱带不回来是没用的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information 去分析的GM的股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新股票发行呢 我们就叫做quiet period 就是公司是不准出声的 从明天开始呢 总裁就可以出来说公司的前景是怎样 未来的分析是怎样 我们才可以给大家意见 这个股票应该买呀 现在不值得买了 就算明天出了这个IPO之后 可能Juil等多几天 看看他们的行政总裁有什么言论 看看他们语调是怎样去分析 这间公司的前景是怎样 这个时候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还有很多加拿大方面的消息 跟大家分析 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